另外一個五個激交點 這是俄國部隊宣布完全占領 烏克蘭東部城市北頓內刺客 那麼接著重啟對基輔的襲擊 那麼發生了豎起飛彈火炮攻擊 當地的民宅大樓嚴重受損 來看到畫面上 這基輔的消防救難隊 從斷源殘壁救出的一名七歲女童 女童母親 那麼以及在旁邊等待後續的救援 這一棟大樓遭到的飛彈擊中 之後起火燃燒嚴重 仍然有人受困當中 這也是基輔在6月5號以來 首次遭遇二軍的打擊 至少五個人受傷